你是否常常覺得 See you 你是否曾經會戰點不到人反送投 有點醜兄弟 Pill 두 두 بد 真的不要鬧啦 不要再丟人現眼了吧 老天啊 他出現到我面前 這絕對不是我面前 我長得還可以嗎? 可以 在鏡頭先用 你在錄了嗎? 我在錄 你在錄了 哈哈哈哈 2019年最強無線滑鼠 Razor Mindpump Ultimat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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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使用心得 因為我其實用無線設備呢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了 那我覺得 真的要跟使用有線設備的 觀眾朋友們聊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常常桌面那個線材很亂 很難以清潔 因為平常 你不覺得有線滑鼠 用又會卡到嗎? K到螢幕的腳架 或者K到桌腳 然後就 就 還要在那邊扯 在那邊拉 這支呢 是Razor的Viper Ultimate 它在10月15號 就是會在我們影片 上架的當天 開始販賣 對 那我算是搶先 拿到這支 2019年最強的無線滑鼠 為什麼說它是最強的 第一 它比市面上的 領先品牌的無線滑鼠 還要輕 然後再來是 它有搭載了Razor 它們的 Hyperspeed 這個無線技術 它的滑鼠速度 是全世界最快 它的延遲 也是市面上說 無線滑鼠最低 這是經過了一個 全公認的一個機構 所實驗測試出來的結果 對 那我們等下會透過一些實驗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 它到底跟其他的滑鼠 有什麼區別 好啦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Razor Viper Ultimate 然後其實這支滑鼠呢 我們已經試用了一週了 那麼為了顧弄懸虛呢 我們還是重新再把它開箱一遍 哈哈哈哈 這就是你收到產品的樣子 它裡面有一支滑鼠 跟一個它的充電座 那我覺得這個 最經典的 就是它這個充電座 等一下會給你一個線 USB線 然後可以 連接充電座本身 讓它具有充電的功能之外呢 它也可以把它的 無線接受器 你看這邊有個動物 它無線接受器可以直接插在這裡 因為像我過去用的所有的無線滑鼠 它的無線接受器就是 小小一顆 然後它會 直接 要塗在那個電腦的後面 然後我在 今年的 七月 我打那個台北區的六都總決賽 我到現場 真的 我這個被現場工作人員弄丟了 因為我順便到現場 那個工作人員會負責幫我們裝好 然後它裝到一半 它電池太小了弄丟了 找了半個小時 我比賽才開始 但是 Razor的這個 Viper Ultimate 它有一個充電座 它可以直接 搭在這個上面 然後你這個充電座本身在挖一條線 去接USB就好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很棒 現在裝在最底部 讀進去 它就變成一個有線的充電座 然後這個USB 看你要讀在電腦的哪個孔都可以 它開車就發光了 然後這兩個就是它的充電的 接口 就是這兩個洞洞 接上去 它就可以充電了 然後擺在桌上 我覺得 兼具美觀與實用性 因為我之前用的 是羅技的 Pro Wireless 前面半年用的這支 Pro Wireless 它的充電線長這樣 它有一個插頭 你要插下去 然後這個一樣插電腦的USB 就可以充電了 但是 我相信玩電腦的人 都有一個通力吧 就是你覺得你 他媽USB孔永遠不夠用 我就是這樣 就我是真的不夠用 我沒有孔 所以呢 我當時就聽了Stanley的建議 我就去買了一個 充電檔 它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它的線一樣可以插在充電檔上 然後充電板 再接USB加在主題上 然後就可以充電了 但是 相較之下 它這個充電板要三千塊 它就幾乎可以再買一支好的花鼠了 所以我會覺得 它的CP值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這支五千塊就附一個充電座 你看它的充電座是 它幫你省一個USB孔 它本身可以充電 然後也可以插這個接受器 桌上去就可以充了 這個原諒我沒有插電 所以它放上去不會充 就不曉得怎麼形容 結果你把它放上去 你就感覺它 直挺挺的 樹立在你的桌上 有一種 莊嚴 威武 霸氣的感覺 彷彿 等它電充滿 你把它抓起來 又是一隻猛獸 可以繼續在場上 做對廝殺 滑鼠本身怎麼樣呢 我先不提 光它這個充電座 我覺得就很潮 潮到出水 很推薦大家 可以買來用 如果你要無線滑鼠的話 個人覺得那CP值比較高 因為就是一組五千塊 然後這個呢 要比一個充電板要總共要八千塊 不是那麼划算 好那外觀介紹到這邊 我們來接下來來 測試一下 它的按鍵 你看這個 很明顯的 Porella是比較 綿密一點 然後Razer是比較 鋼石 比較厚實一點的回饋感 然後大家可以 聽一下 我覺得它的 滾輪是差最多的地方 就是這個 邏輯的這個滾輪是 比較沒有段落 段落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這個 可能是因為顆粒的關係 Razer這個顆粒好大顆 所以它的 滾動的段落 非常的明顯 然後再來 滑鼠手感的部分 因為Razer它旁邊 都有做一些 顆粒狀的設計 包含它的兩側 然後甚至它的 頂部 看起來是光滑的 但實際上 它還是有一些 些微的顆粒 所以它的 整體握起來的 扎實度 會比較夠 那 邏輯本身就是 圖一個拼花的表面 沒有太多的 額外的設計 就像是一支 一般的滑鼠 像個人喜好啦 我自己是覺得 這種扎實感 握起來會 比較有那種 我掌握了它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 規格方面 這個兩支滑鼠的 高度是 差不多的 你看這個 Biker稍微高了一點點 你們如果要做選擇應該是沒有大小的問題 就你們也許可以從這個 它的觸感 然後還有這個 按鍵反饋的聲音去做 選擇 好 以及 等一下我們會 實驗當中會測試一下 它滑鼠本身的性能 再去做參考 那重量 這支在 這個 官網上的規格是 74公克 這支是 80 但是 其實在我看到它重量之前 我一拿到這兩支滑鼠 我很明顯說 噢幹 這支一定比較淺 對 那 那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明明只差6公克 我相信我的手應該是感受不出6公克的差別 但也許是一些 握起來的緊實度的問題 有 連帶也有一些影響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實驗的階段吧 好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網頁來測試一下這個滑鼠的延遲 那當然它有 可能有一點 是跟 人有關 因為 就是我來測可能是200 你們測可能是150 對 每個人測不一定 但是因為 我沒有換嘛 我是同一個機體 去操作不一樣的 工具 所以 應該是有一點參考價值的 176 這個東西 據說啊 據說 我看網路上的新聞說 這個只要你反應延遲在200以內 你就能打到百斤 嗯 嗯 太快了吧 嗯 點了五次呢 有四次都在200以內 它平均是200 因為有一次 跟它團跳出來嚇到我了 所以 顏值稍微慢了一點 扣掉那次的話 其實平均應該是在100 185左右 我們現在換一下 這是 我記得 他說 測一下這支 Pro Wilders 嗯 184 差不多在200以內 190 這個 來的有點快 這個可能算誤差啦 這個可能等一下可以不用記 我們應該可以記入200以內 是多少 扣掉剛剛有個220 剪輯師幫我算一下 對反正我看起來這兩個 均值好像差不多耶 但是最快是 Racer沒有錯 Racer好像 見面就176了嘛 這支Pro Wilders 最好是180嘛 平均值看起來是差不多 那這平均值可能它的變數會因為人啊 就是當下的反應 可以確定的是這個Viper它的延遲技術確實比較低 但是平均值的話可能受到一些限制 但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差了幾毫秒 正常人玩應該是感受不出來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支Viper Ultimate的搶先提供心得啦 雖然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一支工商片 但是請相信我 我不會為了賺錢去介紹懶東西 我不會為了收錢違背自己良心做事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這支滑鼠很棒 而且今天的實測 因為這支滑鼠 當然為了忠實呈現它的真實的面貌 我也不會把那個東西 我說啊工商 我就把它比較差的部分剪掉 欸不會 就一樣把數據開放測試給你們看 對那我自己是真的用了一兩禮拜啦 真的覺得它很棒 主觀一點的說法 大家聽聽看 我自己個人主觀覺得它很帥 這是第一點 比起主流的無線滑鼠 像G903啊 Pro Wilders剛剛測試的那支 這兩支我都用過 但是我真的覺得外型是它比較好 很帥 加上它的充電座也帥 然後它的充電座真的加很多分 因為它第一還可以把那個 無線接受器插在上面 直接省一個USB孔之外呢 它也能真的實現無線材 因為它這個東西就是 你這個線你可以掛在桌邊嘛 甚至放在隔壁桌子 然後你滑鼠放過去充就好 你在操作滑鼠鍵盤的桌面 真的可以完全無線材 就比起我之前那個啊 我之前用那個羅技 我也不是說 當初就貶低羅技 我當初真的有買 羅技充電板 因為我真的覺得羅技的這個 充電線很不方便 所以我又多花了三千本 這個充電板 但是你買了這個充電板 它的線就必須 橫跨過你整張 你正在操作的桌子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失去那種 買無線滑鼠的初衷了 屁話不多說 為了表達我這支產品的事實 明天晚上11月16號 晚上9點 No Life 收兩支送給你們體驗 謝謝你們看完這部影片 然後不用幫我按讚 明天晚上11月16號 已經很感謝 謝謝你們 再見 掰掰 掰掰